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乐世界非常单纯 就是老师跟修生 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的身团就是极乐世界的影子 没有任何阻止 虽然学生很多 我们估计 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围绕着的学生 不会少过三千人 他有秩序 一点都不乱 他也不需要什么排队 不需要分什么大班小班 什么大队长小队长 没有 他全部都没有 全是平等的 自自然然 他的直序 丝毫都不温暖 五轮上讲的 长幼游戏 他们的这个长幼游戏是 跟佛早晚不同 早跟佛的 站在佛的前面 第二个来的排在第二位 第三个排第三位 他是这样 很有秩序 一点都不会乱 也不需要人去指挥 也不需要人去安排 西方极乐世界的素颖 看到这个我们体会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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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乐阀达到最高峰 没有比他更高的 来自社方世界 出来的人 出来就还带着啊 他原来 那个过渡里面的一些习气 你像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习气要吃饭了 要休息 你想吃饭 饭菜摆在那边 八位饮食 享受跟帝王一样 他一摆在面前一看 我在极乐世界 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立刻就没有了 也不需要去收拾 住的房子干干净净 什么也没有 需要他就来了 不需要他没有了 客人来了 好 这座椅全部都有了 大家请坐 客人走了 全都没有了 真妙啊 这是科学发展到最高峰 我们地球上科技跟他比 差太远了 完全是随便变化 像花落天 踏花自在 也肚自在 那个世界没有在哪 那个世界没有四季 没有寒冷的冬天 也没有夏天 四季长春 在那里看不到 花开花谢 没有 花永远开的 果永远在树上 没有人想去猜他 花草树木 永不凋谢 为什么 踏实 自性所变的 自性所生的 所献的 他没有是变 那个地方的人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永恒的 不变 一阵发解 任何时间想去 都能去 丝毫障碍都没有 障碍是在你自己心里 与什么人 什么境界都不相干 真得大自在 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